好 我們繼續看報紙學英文的節目 昨天我們就說到想請你將1233句說話合併成一句 我們一起看看 他想說那些水貨客搶了很多日用品 目的是為了什麼 目的是為了轉售 在哪裡轉售 在中國在大陸轉售 我們將這兩句合作一句 搶了很多日用品 for reselling in China 這裏就完成了 我們就剷掉了 這些所謂的日用品 包括什麼 奶粉 藥 還有醬油 好 我們在這裏 日用品後面加一個豆號 for example 再豆號 然後就墮加這三樣東西 然後building符號又是什麼呢 豆號 你會問為何要用豆號隔著 即是用兩個豆號隔著這一堆字呢 作用就告訴人 這堆訊息其實可以拔走它 就這樣看 這句句子也是很清晰 完整的句子 只不過 豆號中間的說話 加了 令到說話完整一點 再清楚一點 說清楚是什麼日用品 第二 可以拔走它 到今天我們新的句子 它就說 香港人在上水搞了一場示威 先不要在上水三個中文字 香港人搞了一場示威 所以香港人的英文是什麼呢 有幾種說法 其中一種說法就是這一個 就是the people people是人 the people是人民 兩個不同的意思 香港人 那個是the people of Hong Kong 搞了一場示威 即是組織出場示威 那個搞字你可以用organize 教你一個新的字 你可以用這句子的 Stage Stage是舞台的Stage 通常這句子 是跟示威遊行去做配搭的 organize也可以 你可以organize 好 昨天我們說到時間是很重要的 英文的動詞是講時間的 這件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在過去發生的 所以我用過去式 加一個D給它 這場示威 就是protest 好 這場示威是反水火轄的 不難寫 this is a protest OK 好 水火轄的英文是什麼 parallel traders 我們就寫在這裡 parallel traders 好 看著 一場示威和水火轄的複數 有X的 的關係是什麼 是反對反抗的關係 所以現在那個解詞 我們就用什麼呢 against 好嗎 句號 然後他就說 不要理會上文下 你先看第六句 那些人就戴上了 就是眼罩口罩和頭盔 那些所謂的人是指什麼人 當然是指那幫香港人 那幫人 在那個場景下 他們是一幫示威者 示威者英文不難的 OK 示威就是protest 示威者就是protestor 很簡單 加er 記得加一個s 你可以寫好一點 你可以甚至寫 就是 加多一個代字也可以 就是指那一幫 在上水的示威者 這裏講漏了 在上水搞了一場示威 很簡單 那就 in上水 好 戴上了 戴上的字就是put on 留心 put字的過程 都是put on 眼罩英文是什麼 gogles 好 口罩就是什麼 masks 全部都是複數的 這些字 你可以喜歡寫 可以寫facemasks 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 頭盔的英文是什麼 頭盔的英文是什麼 頭盔的英文就是helmet 但如果你不懂這個心字的話 不要緊的 記得我們可以用淺字 去表達無窮無盡的意思 只差你輕易用的那些字 好 放在頭上的東西 那些衣物是什麼 不是衣物 叫毛 毛就是heart 你懂的 加s記得 所謂頭盔的那種毛 是硬還是軟的 你加個heart 這個字上去就可以了 可以代表頭盔 好 他們佔領街道 就是那些示威者的day 佔領 大家都知道 occupied 好 在上水附近的街道 所以就指the street the street 就解釋了就是在上水那裡的街道 好 最後呢 第八就是考理 他想說什麼呢 在這場示威之後 這個所謂的示威是指什麼 這場反水貨客的示威 就是這一堆英文字 在這場示威之後 那些示威就是帶上的裝備 裝備就是指代理這三樣東西 並佔領了在火車站附近的街道 我們要幫你一點點 在火車站附近的街道 the occupy the street 火車站是什麼 the train station 有一個對 因為這個對是正在解釋給你看 上水的火車站 好 街道和火車站的關係是什麼 附近的關係 因此那個介詞呢 你可以用around 好了 想請你呢 就是把上面一至七的所有意思 合併成為呢 第八這句句子 我們呢 明天開估 如果你喜歡看我們這個節目 希望你會讚個好 告訴我們 近來在香港發生了很多事 希望受了傷的 快點好 希望 不幸運 被抓到的示威者 盡快釋放出來 沒事 好嗎 我們下集再見 明天再見 拜拜